这里还来了一条石鸟鱼哦 在最后这一段还来了一条石鸟鱼 石鸟鱼就比较值钱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哪吒喵哥 现在是准备过去捞我们这一趟 还补育了第四个网 第四个网是大网 里面的一个小网上了挺多的 这个大针鸟了 应该大网的大货也会挺比较多 因为这个技巧还是针鸟比较多的 而且都是大针鸟 上一个网上了应该要 帮忙给你换这个大针鸟啊 能值个小千块钱 希望大网能来更多的大针鸟吧 好了现在四块达达拉网的位置了 准备把网拉上了 今天补到的小薄皮也不多啊 但是也要给他们放一下气压 开始拉大网啊 看大网能不能上一些大货过来吧 而且今天拉的网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值钱的一货过来啊 海虹斑跟山刀都没有遇到 连龙虾也没有啊 取得怪了 看这个大网能不能来一些大红帮吧 大条的海红帮就值钱了 毕竟每一趟出海能不能补到值钱的鱼货 还是影响很大的 刚拉网就来了一条大货了 这是一条大牛尾啊 这种牛尾鱼有的地方也叫狗腿鱼 一斤能卖到40块钱左右 这种鱼的肉质是非常紧实的 而且肉质也不会很柴 用来焖煮或者红烧都是挺好吃的 黑雕黑雕 现在开始连续的来大货了 这条黑雕也是要两斤左右啊 一斤50块钱的话 这条都能值个100块钱左右了 这条拿来清真是刚好真神一旁啊 且现在的黑雕是看起来非常的肥啊 肉质肯定挺不错的 肥度也够 所以拿来吃也是肯定挺不错的 我去拿了一条柠檬鱼这么大条 估计啊 一斤多 而且是又大条 看起来也是挺肥的哦 今天其他的网捕到的柠檬鱼也是非常的少啊 不管是小网还是大网 没想到在大网这位置却上来一条柠檬鱼这么大条的 海面上这么多灯光肯定是还有很多渔船在夜晚作夜的 当时大网始终是大网啊 没有小的鱼货上来 所以拉到的鱼货还是比较少的 还来了一条大鹰鸽鱼哦 这条鹰鸽要大一些 大条的鹰鸽要比小条的鹰鸽好迈一点 已经大概可以卖到45块钱左右 这种鹰鸽鱼的肉质比较松散啊 所以腌制一下 然后拿来香煎味道是挺不错的 而且鱼鳞也不用去掉 连只鱼鳞香煎 而且这种鹰鸽鱼看起来是挺漂亮的啊 应该是珊瑚鱼种啊 看起来都是长得比较鲜艳 好像是鹦鹉 也是叫鹦鹉鱼吧 今天这些大货看起来都是挺肥的啊 这条鹰鸽鱼也是挺肥的 估计是天气比较冷 储存的能量比较多 再来一条这个黑鸟啊 不过这看起来好像小条了一点啊 不过应该也是要一斤出头 这边的网应该是挂底的 拉不上了 还被它拉了回去 今天捕到的黑鸟数量也不多啊 好像也就上了一个四五条而已吧 总体加上来的 还来了一条青甘鱼 青甘鱼啊 也叫张红鱼 这条看起来好像挺大 其实在青甘鱼之中还算是比较小条的 一些大条的张红鱼能长到近百斤了 所以这条算是比较小的了 大网连拉上来的海花也是挺大树的 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吧 再来一条黑鸟啊 也是这个网的第三条黑鸟了 不过这个大网好像没有大针鱼过来啊 是怎么回事哦 上一个网是补到了挺多的大针鱼了 这个网是一条大针鱼都没有看到哦 不过有大黑鸟也是挺不错的 这条应该也是要两斤出头呢 又是一张百元大钞啊 海里面拉大货就更像是在数钞票一样啊 一张一张的百元大钞 连筋来了一条啊 这条连筋要比前面的小网拉到的连筋要大条一些 这条估计要接近三斤到四斤左右 一斤三十几块钱 这条也是一张百元大钞啊 再来一条黑鸟啊 这个网的黑鸟就开始捉起来了 但是真鸟就还没有遇到 而且拉上来的都是大黑鸟啊 每条都要两斤以上 是吧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像在海里面数钞票的感觉 是拉的哪里是鱼货 简直就是拉钞票上来的 是不是 放下去的浮票就在这里啊 看来网也是差不多快拉网了 这里还来了一条石鸟鱼哦 在最后这一段还来了一条石鸟鱼 石鸟鱼就比较值钱了 这种是条纹石鸟鱼啊 价格一般都是三百块钱左右 有时候就两百多三百块钱 肉质是非常的好吃 也是终于来了一条大针鸟了 等了这么久终于来了一条大针鸟啊 本来还以为这个大网没有大针鸟上来也是奇怪了 结果在最后这一段还是来了一条大针鸟 好像是千呼望望才出来的 哟还再来一条啊 看来呼喊是有用的 说他来他就来了 而且要来是一起来了 这样接连就来两条 针鸟一斤就能卖到六十几块钱 比黑的要好卖一些 像这样子一条有个两斤多就能卖个一百多块钱了 也就是说每一条一段只个一百多块钱啊 好的就这样子这个网也就拉网了 大网的收获也是挺不错的吧 虽然没有特别值钱的一货 但是上来的大货也是有余些的 把它们装起来拿去冰箱那边保鲜了吧 不过这个大网的余货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比上一个网收获的大货都要少一些 这一个网也是拉网了 这一共是大网上来的余货不多 就上了几条大货而已啊 还好是大货啊 能值个小几百块钱啊 要不然是小货就完蛋了 不过大网就是这样子啊 看运气吧 看来这个大网运气还没有上一个小网的运气好了 上了挺多这个大增鸟 黑鸟倒是上了几条 还有牛鲑鱼之类的 啊 记希望在后面的最后一个网吧 没有值钱货就只能记希望在最后一网能上一些值钱货了 好了 这个网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 也谢谢大家观看啊 我是拿到标哥 喜欢我视频的 记得给我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